好 新竹市長 高宏安 背負著很多新竹市 竹科新貴的期待 當選了新竹市長 不過在當選還不到一年時間 最近好多他的這個 內閣都相繼的離職 包含副市長之外 前文化局長 也爆出了離職的訊息 不過這個離職 其實有很多的爭議 因為在他離職之前 高宏安爆出什麼事情 說他做什麼保時捷名車出席活動 豪宅5000萬元 怎麼會租金子5萬塊 最近還說新竹市 今年沒有跨年晚會 關鍵人物就是 他的男朋友李中庭 今天前文化局長 錢康明出來爆料了 他說請讓高宏安 好好的做市長 不要有第二位市長 這第二位市長指的是誰呢 就是他的男朋友李中庭嗎 有沒有什麼樣的證據 好 首先大家現在看到說 一個地方首長 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然後連男朋友都涉入其中 大家就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再來大家聽到高宏安 最近想到的是什麼 豪宅 對 想到什麼 想到名車 再來是想到消失的跨年晚會 你會想說呢 消失的跨年晚會 跟這位錢康明有什麼關係 好 前因後果是這樣子的 當初錢康明其實呢 就有稍微提醒一下高宏安說 要小心那個人 那個人是你的男朋友 叫做Jack 那這個高宏安也說 沒有啊 我跟他又沒結婚 那我們兩個有分得很清楚啊 等等的 再來錢康明 他有爆料說呢 包括了他當初會離職 就是跟這場跨年晚會有關 好囉 這個時候很多媒體就去問高宏安 高宏安說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什麼什麼跨年晚會這回事 因為根本就沒有要辦 本來要辦的 竟然一句話說沒有要辦 當然錢康明他會不開心嘛 是當初本來就沒有辦 還是本來要辦的話 因為有人作梗而不能辦呢 這有差耶 證據就在這邊 因為錢康明那一口氣吞不下去啦 所以他就把他當初跟這個 包括了Jack的對話記錄呢 全部都拿出來了 好啊 我們就來看啊 誰在說謊 好 包括了這個錢康明 他就講了喔 今年三月份的時候呢 敲定了文化局要來辦 新竹市的跨年晚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是要辦的喔 高宏安當時還跟他講說喔 你去跟Jack討論一下 因為Jack曾經有很豐富的選舉經驗 要找誰 窗口是誰 跟誰對口 他很了解 你去跟Jack去論一下 你們兩個來處理 好了 那他於是就去找Jack嘛 就去找李中庭討論啦 但是啊 李中庭一開始跟他說啊 要處理跨年晚會的事情喔 但是等來等去 手機都沒有響 也沒有簡訊 也沒有email的回覆 他有點不安 心想著萬一這一拖拖過去時間的話 他不好跟高宏安交代 所以他又跟高宏安報告說 不是啦 市長 因為我都一直沒有獲得 李中庭的回覆 那是不是說你們討論一下 再告訴我怎麼處理呢 接著高宏安說 沒有 我叫你去找Jack 你就去找Jack討論 你們兩個就自己去處理 好 所以錢康明才跟李中庭 兩個人約見面 但是Jack一樣同樣一句話 你再等我一下 我來處理 然後之後的消息我再告訴你 好 事情進行到這邊 那錢康明也只能等啊 等啊 等啊 過了四月 過了五月份的時候 李中庭還是沒有給他消息 所以錢康明心裡一急了 急了之後 趕快跟對方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先給我一份紙本的 A4紙也好 看是幾頁的企劃書也好 讓我好個交代 或者我去找一些贊助廠商 我這邊新來著手進行 一些相關的規劃 對 因為一個跨年晚會 其實是需要非常多方的力量 一定是要在大半年前 就要這個執行跟運作 企業贊助也很重要 很重要啊 剛剛明君特別提到重點啦 大規模的很多人的 是 廠商一起來協助 對 你知道嗎 李中庭給他什麼 李中庭給他一份六頁的A4 而且還是單面列印 這麼簡單啊 你就想啊 A4六頁能夠有幾個字嘛 能夠找多少的資料 好 這個時候他剛才講說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麼簡單 因為新竹市跟新竹縣 可能會合辦 所以你有幫手了 你不用這麼擔心 然後演出的部分 新竹縣去負責 比如說歌手 舞台 藝人 那些比較繁瑣的 新竹縣會去處理 我們新竹市這邊 我們就負責放放煙火 簡簡單單 這樣聽起來合理嘛 六頁這個A4單面列印 放個煙火 那OK啊 好 細節還在喬 那他稍微有點安心 負責放煙火就好 所以他繼續等 等來等去呢 這個賢康明想說不對啊 那既然新竹縣政府 負責大部分的範圍 那不然我去跟新竹縣 聯絡看看 先了解一下有什麼細節 對 進度在哪 好 他就去跟新竹縣的窗口 對上了 一對啊 不得了了 新竹縣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情啊 明明是煙火我們放啊 其他事情你們處理啊 怎麼會搞到最後是 煙火你們放 我們來處理呢 結果是新竹縣的窗口 跟Jack說法 完全相反 這下子錢康明 他整個慌了 怎麼辦呢 於是呢 他就只好呢 再去找李仲廷詢問 結果李仲廷說什麼 他說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這個是這樣子 通常呢 所謂的這個跨年晚會呢 是由電視台來主辦的 但是錢康明就更慌張 哇 這個時候又冒出一家電視台 那要找哪一家 找誰 窗口是誰 所以他整個滿頭問號 他無法跟高鴻安來交代 然後他的對口這個Jack 又是模糊不清 五個月以來沒有任何進度 結果到最後竟然演變成高鴻安一句話 說新竹室從來沒有要辦跨年晚會 你說這樣子 洋洋沙沙沙這麼多的證據 錢康明他吞得下去嗎 對啊 從三月份以來 就已經只是要辦跨年晚會 是為了要幫男朋友來脫罪 這個空口說白話 直接睜眼說笑話說 沒有 我們新竹室沒有要辦跨年晚會 但是說真的 錢康明這口氣吞不下去 據傳很多的民眾黨內部人 是說早在立法院時期 李中庭就已經幫高鴻安 處理好多利潤的大小事 現在鴻安搭上市長了 怎麼可能不幫他處理市政大小事 連人事權都要伸進黑手嗎 好 你剛剛聽到了 整個邏輯的過程 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李中銘這個Jack 他只不過是高鴻安的男朋友 為什麼他可以把手伸進去 要來處理所謂跨年晚會的事 然後還可以去跟新竹縣的窗口 來做對口呢 所以很多人都在懷疑他說 他會不會是所謂的地下市長嗎 好 這個遺餘也是放在了 包括他的職權上面了 因為其實包括李中庭跟錢康明的 對話記錄都有被留存下來 錢康明他也受不了了 全部都說出來 告訴大家 大家自有公平 好 包括了8月2號的早上 這其實是要講述說他被離職的過程 8月2號的早上 這個李中庭就質問錢康明說 為什麼副市長去跟某某人見面 你沒有告訴我 被萬一市長高鴻安被別人問到的時候 他一問三不知你要怎麼處理 誰負責 這個時候包括錢康明他就說 他就說 包括他說 跨年晚會是你要做的 你叫我不要管 那我回來什麼事都沒做的話 那是要報告什麼呢 接著他又說了 那如果你跟林志堅見面 也不用報告嗎 那這個時候錢康明就懵了 我又沒跟林志堅見面 那如果我在外面吃飯 那到底要跟他見什麼面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要報告什麼 兩個人看得出來已經有火藥味了 包括了其實這個錢康明他的身份 文化局長要跟誰見面 難道還要經過李中庭的同意嗎 那你直選有這麼大 這是這個對話記錄 我們看出來的一些端倪 再者8月14號的下午 直接開宗明義告訴你了 謝謝你的幫忙 你的配合跟我當時想的不太一樣 所以是不是呢 你看什麼時候就辭點點點 8月2號上午兩個人在賴對話 有點火藥味 兩天後叫人家不要幹了 都告訴你 你要是惹到我了 那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那我不可能走 所以就叫你走 那當然秦康明他也說 我不會辭職 我是鴻安找來的 要走也是鴻安叫我走 我才會走 合理嘛 這個時候Joke他回你什麼呢 他下禮拜會告訴你 所以是李仲廷決定誰要走 權力很大 看到這邊權力很大 好 再來 這個時候我覺得 錢康明應該也在賭說 那到底高宏安會不會叫我走 到底是聽他的還是聽我的等等的 好 結果到最後 8月28號的下午5點鐘 進到市長去 去跟高宏安見面之後 錢康明真的被請辭了 高宏安請他走 好 這個時間點 8月2號的對話 到8月4號隔兩天的對話 再到8月28號8月底的對話 錢康明都沒有告訴第三個人 他們兩個之間談被請辭的事 表示說他要被請辭這件事情 不是錢康明流出去的 就是李仲廷去講的 李仲廷大家知道 跟高宏安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所以錢康明合理推斷 是Jack去跟高宏安講 所以他才被請辭 所以大家懷疑說 李仲廷會不會根本就是 所謂的地下市長 再者其實包括了 這個他曾經也說了 要市長的男朋友 好好去找下一份工作 讓高宏安好好當唯一的市長 句話就意有所指很酸 對 好 大家講說 李仲廷到底什麼樣一個身份 真的只有男朋友這個角色 他就能夠如此的霸道 如此的威權嗎 梅利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 吳董他就說 他據他的了解 據他手邊的資料 他說疑似 這個李仲廷的父母 好像都是司法官出身 而且相當有成就 本身他也是學法律的 據傳根據吳董的了解 李仲廷的父母 對高宏安好像不是非常的滿意 所以這一次說男尊女卑 高宏安很崇拜這個男朋友 以至於說市政都要聽他的話 就連房子甚至車子 都是男朋友在背後 一手幫他策劃跟安排嗎 但是你看到這邊 你會覺得說 好像每一個地方都有個斷點 所以高宏安他承不承認 其實在這個法律上來講 其實他還有很多很多 猶疑的空間 比方說當初國民黨派的林根仁 在新竹市交跟高宏安來做角逐 林根仁他也發了一篇臉書 他說會不會有很多的機率 都是剛好剛好剛好 有這麼剛好嗎 部署自願把加班費捐出來 這是所謂的助理費的爭議 然後同時又說剛好有一個市民 可以跟文化局長去聊音樂方面的東西 然後互相的討論 這就是在梁剛剛Jack跟傑康明的 這個跨年晚會的生意 再來還說剛好有縣市首長 可以遇到建商 還有駕駛出租 就是豪宅跟名車的爭議 所以他是從上看到下 覺得說太多的巧合 跟這樣的一個剛好的時機 就讓人家覺得不是很剛好 那麼另外包括了 剛剛其實特別提到的這一位 劉宥彤 他其實在當初在高宏安選市長的時候 曾經就爆發了助理費的爭議 當時的劉宥彤發了一本臉書 上頭PO出的是職場的深呼吸 告訴大家說職場遇到一些 其他的不好的同事該怎麼做 那其實他就PO文裡面 最重要的是一句話在這裡 把工作能力最差的員工 提升到管理階層 就能夠把傷害損到最低 被當時引用 就叫做你是不是在酸高宏安 因為兩個人其實以前都是在 郭董底下做事情的 他說沒有啦 怎麼可能 大家以前都是有這個 見過面照會過的不可能互酸 好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是最近網友們貼出來的PO文 大秘寶沒挖到 一直就是在講高宏安 結果底下有一個人 流出一個笑臉喔 劉宥彤 誰呢 劉宥彤啊 所以大家又在想說呢 其實劉宥彤一直以來呢 都用一些文章在高極酸告紅安